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 POP 撞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 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今天我们连续第二天 邀请 这个 斯坦福大学 护博研究所的研究员 郭戴军博士 来跟我们讲解 蒋介石日记开放十多年来 在整个近代史的研究的 一个新的发现 那昨天我们谈的比较多 是在大陆时期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把这个 焦点放到49年 来到台湾之后 这个郭博士 您所看到的蒋介石 你可以想一下 我记得我当时 去看蒋的日记的时候 我特别去看他 最后一天离开大陆的时候 1949年 19年12月8号 成都 12月10号 10号是吧 就离开成都最后一撇 特别想看一下 因为他之后 那一天的飞机之后 就没有再回去了 对 你可以想见 那个时候是一个 怎么样子的一个 惨败 可以说是 也不过短短三四年前 他还是一个 这个同盟国的 一个代表 日本受降 这个跟 可以跟罗斯福 跟丘吉尔平起平坐 这样的一个领导人 现在突然间变成 这个上家之犬 那退到了一个 这个小岛上来 日记里头 反映出了 他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那当然是非常的悲伤 也很愧疚 你就是在 从这个1949年 1月 他决定要下野了 那他要离开南京 他离开南京之前 他跟金国 去这个中山林 叶林 要辞别 这个国父 那他们两父子 到了这个林前以后 就让这个世卫 都留在外面 他们两父子进去 进去干嘛 梁父子在里面 几分钟沉默 这个无言以对 梁人都没有说任何的话 就是沉默 这心情非常沉重 对 他整个的49年的日记 就是在反省 检讨 并且这个认为 他做出很多事 然后军队什么党 如何 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么 其实他在到成都之前 是先在重庆 对 先在重庆 他在重庆以后是 这个解放军的炮 已经打到他的后院来了 那他才走 经过一直叫他走 他都不肯走 最后是没办法再走 可是走的时候 已经没办法 车子已经没办法开了 因为整个路上都是逃难 这个挤得不得了 他最后只好下车 用走的走到机场 可是走到机场以后 已经是晚上 好像凤凰山是不是 那个机场叫什么 白鸡 白鸡 那到了这个机场以后 太晚了 没有办法开 怎么办 你看他们一行人 就窝在机场里面 过了一夜 所以你想那种凄惨 就像你讲的 抗战胜利的时候 他整个生育 达到了巅峰 对啊 对不对 局势 这种盛名 可是就在那么短短的 几年之间 到了这样情况 那么重庆守不住了 那成都是更不可能 因为成都是平原 对 更没有办法守 所以到成都 也只是就是几天 他就得再走 所以走的时候 飞机在上面盘旋了一圈 那么没有办法 依依不舍 最后他一生都没有 能够再回来 最后的巡礼了 后来那一天的飞机 他就 我记得那天好像陈诚 陈诚当时已经是 台湾省主席了 是的 陈诚安排他住到 草山招待所 就草山行馆 就阳明山 对不对 就阳明山这边 是的 对我印象中 我看他的日记 到了台湾之后 有看过他一个晚上做噩梦 做噩梦 对对对 好像脚踩到那个 那个那个 不是 是他爬楼梯 爬楼梯 他做噩梦 他爬楼梯 一直爬都爬不上去 那时候简直声势力竭 然后全身冒汗 然后最后好不容易 他爬上去了 但他就醒了 OK 在这个心拜大拜之后 会淬炼出一个人 什么样的一个意志 这个反映出了 也是一个人的品格跟性格 当时蒋介石 能够 还能够带领大家 继续在奋斗了 他的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或者原动力在哪里 我想首先他的个性 蒋介石是所有学者公认 他的坚忍不拔 这点就是他跟汪精卫不一样 汪精卫是非常热情 所以他可以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 可是他遇到了像抗战这种 艰难困苦 拖的时间很久 他没有办法忍下去 那么蒋介石就非常的坚毅 无论遇到任何困难 他都可以认定一个目标 继续的隐忍 然后继续的走下去 所以你看抗战 他能够领导中国的军民 与日本周旋这么多年 那这个是因为他坚毅的性格 同样的 那中国大陆的大失败 那么在一般人讲 就历史就到此就据点了 就不可能再有发展 但是蒋介石却率领了 他的这个军民到了台湾 而且重新又站起来 重新发展 那么尤其是台湾这一段 在全世界的这个历史里面 都没有 就一个失败的政权 到另外一地方 还能再站起来 对 尤其当时 其实连美国都已经要放弃了 已经放弃了 已经放弃了 事实上已经放弃了 爱奇逊了 这个白皮书 白皮书都放弃了 大家都讲 后来这是因为发生韩战 因为金日成 这个侵略南韩 那后来麦克阿瑟等 组成的联军 重新打回来 那么美国就发现到说 共产主义的扩张 必须要做有效的防堵 所以一个新冷战形成 这当然是 后来这个在两岸的这个战争 没有在49年之后 立刻形成一个 所谓的统一的 武力统一的一个情况 一个背景 可是呢 这样并不保证说 在台湾就能够发展出 这个等等的这些条 比如说经济 台湾当时日本人 留下来的一些现代化基础 固然还不错 但是战争也销毁掉很多 那么再加上 刚刚战后的时候 为了内战也消耗掉了 消耗掉很多的物资 那这个金融的稳定 物资的安定等等 也可以说百废待绝 所以一开始一定是走计划经济 对不对 以军需为主 那这样的要怎么去走出活力来呢 其实很多人讲说 是因为韩战救了 救了国民党在台湾 那么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韩战是1950年 以后才发生 在韩战之前 也就是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 1950年1月1号 中央日报的社论标题 就是把革命事业重新做起 而且连续三天 都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他已经实施改革 他痛下决心要改革 所以49年 陈陈已经做避制改革 陈陈跟严家干 那么50年开始 他做党的改造 革命时间演员院 然后党的一个大幅度的改造 同时就是做土地改革 这大家都知道的 从三级五建筑开始 然后地方自治等等 那么大家都很难想象 在1950年 那种风雨飘摇的时候 他决心实施地方自治 也就是直选 那今天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那当然 他正在这个改革的时候 那当然就发生了韩战 那韩战以后美国的政策改变 那当然对于讲的政权的稳定 那绝对是有很大的注意 有很多人讲说 韩战的发生 以及美国的协防 也就是说美国 抛弃的原来已经放弃中华民国 或者蒋政府了 的一个政策 后来就注定了两个人的命运 一个叫孙力仁 一个叫吴国珍 但是当然后来的白色恐怖 跟韩战之后的也有关系 因为等于说在内部的掌握上 已经非常稳定 之前要考虑美国 这个在讲的日记上 恐怕也会有 这当中跟老美之间的博弈 这恐怕很多 其实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在抗战的时候 当然美国的这个资源 对我们很重要 尤其是内战发生的 国民政府 当然非常需要美国的资源 但很不幸 美国最后是放弃了 可是因为韩战 美国又来了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美国当然希望能够扶植 跟美国有关的 懂得在美国受教育 懂得西方民主的人 所以军他美国希望是孙力仁 那么郑他希望是吴国珍 可是你反过来 在蒋的立场来看 从他的日记是另外一个角度 那么蒋的立场来看 他就认为美国处处干涉我们 那么尤其是像吴国珍 他的日记写 他说昨天晚上 美国的这个驻台的总领事 在国珍家 两个人谈什么 然后吴国珍教这个美国人 怎么样来压讲 要他进行改革 要他换人 要他怎么样 那么这不是一天两天 有好几个晚上都是如此的 所以这个叫你要看 从什么角度来看 在吴国珍跟孙力仁角度 可能认为他们是为国家 希望能够更开放 可是在讲的来讲 那你这是 你侠外国人来压我们 我想任何的领导都很难忍受 而且他们可能一开始的话 是对蒋本身的这个政权的威胁 后来就成为 如果他要接班给金国的话 他们是障碍 这个东西 那是后来 后来那是后来 好不管怎么说 后来局面稳定下来 但是局面稳定下来之后 这个土地改革在层层任上 开始推行 那应该说是非常成功 因为同一个时间 中国大陆是进行 这个暴力式的 这个叫做对地主 其实土改也是很不容易 因为你想三七五减租 还可以 行政命令就简单做就好了 接下来工地放领 就是国民政府 把自己口袋的土地拿出来 分野农民也可以做 最重要就是跟着有齐田 因为那个时候到1953年 政府手上没有钱也没地了 大部分地都在地主手上 你怎么样从地主手上 把地拿出来 所以因此就想到 用这个四大的 这个国营公司的股票 来跟他换 其实是地主很反对 但是政府非常的坚决 为什么 讲的日记跟城镇日记都提到 我们就是要跟中国共产党比 看谁的土地改革是正确的 让更多的农民能够受贿 谁是真正的为民谋福利 其实有大家知道 60年代的时候 菲律宾特别来台湾考察 台湾的土改 但是后来证明菲律宾做不到 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是 菲律宾的所有的国会议员 就是这些决定土改的方案 都是大地主 他们自己都是地主 他们都大地主 那台湾刚好一个历史的巧合 因为刚好当时在执行土改政策 都不是本地的大地主 这是第一个 但是第二个也的确不是说 就是你刚讲的 很多地主是反对的 但是他没有办法 后来也有学者研究说 土改后来能够执行下去 多多少少跟228事件也有关系 228事件发生过了 他又产生了对本地的一些振折的作用 让地主不敢反抗 那当然每一个地主的反应不一样 有人看到工商业发展的机会 因为分了四大公司的股票 就发展上去 有人就不行了 后来其实大家也知道 后来一些地主的后代 就成为后来海外台独的一个来源 就是当年反对土改的大地主 然后他就跑掉了 他就到日本去 到哪里去 所以我曾经讲过不止一次 我曾经在06年 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 有一次参加一个台湾人的 一个夏令营 坐在游轮上 结果后来我就发现 他们海外的这些团体 有两个背景非常突出 一个是医生 一个是地主 会谈话当中 他们在就骂土地改革 骂得很凶 他们看我没讲话 就问我说 你有什么看法 我跟他说 我看法跟你们都不一样 因为我家是电农 如果没有土改的话 根本没机会来这里 跟各位在这边 因为土改而受贿的人 接近有百万 对 这当然是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 而且相对于大陆 它是用斗争地主的方式 扫地出门 这当然是另外一个 可是当然 在台湾的经济发展 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 这么简单 对不对 因为你还必须认知到说 还牵涉到一个 就当时什么都是管制的 但是大家知道 管制的经济 你要做发展是很困难的 那怎么去突破 从管制到 这种所谓市场开放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要请郭博士来讲 非常精彩的 当年几个杰出人物 他们所为台湾经济 所走出的一条路 欢迎回到 POP撞新闻 今天我们继续邀请 郭代军博士 就他在十几年来 在蒋介石日记的一个研究 跨国领域的研究 那么 最整个的 这个过去的历史 有一些新的发现 那我们昨天讲的是在大陆的时期 那今天特别着重谈在台湾的部分 好 刚前面讲到说 49年之后 当旧台币换成新台币 那韩战之后 美军协防看起来 局势大致已经不是那么动荡 就开始要努力建设 土地改革推行 但是当时 这个军需一切都还是要 我记得当时有个单位叫物资局 就是所有物资还是要统一调度了 所以可见是一个高度计划型的经济 那怎么去转变到后来变成有这么多的 台湾后来还变成大陆改革开放的一个 借鉴的很多的模式出来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大家都以为台湾生来就是计划 就是市场经济 是啊 大家都以为这不是应该都这样子吗 对 大家都以为 其实不是 因为国民政府在30年代就是市场 就是计划经济 那么40年代都是市场 都是他就是计划经济的 那么你看这个国富的讲的三民主义 民生主义 是节制私人资本 发达国家资本 所以国民政府他就是计划经济 所以1945年成一到台湾来计划经济 然后49年国民政府中央政府过来 也是计划经济 所以1949年政府过来的时候 当时72.6%的产业都是属于公营的 国营或者省营或党营的 所以但是妙就妙在 就是说蒋介石这些人到台湾来之后 他们在10年之间 把台湾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 这个在世界经济的学里面 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 就当年很多人来研究 但是我们要想到改革不是那么容易 改革是很难 所以蒋介石到台湾来之后 当然他决心改革 那么因为要改革 当时行政院长是颜锡山 他就希望用一个铁碗的人 用一个他觉得能够坚持改革 所以他要用陈城 他希望陈城做这个行政院院长 可是当时行政院长的任命 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可是立法院却被这个国民党的派系 最大的派系是CC派 就陈立夫陈果夫他们这个派控制 另外还有政学系等等 就怎么样都通不过 那大家讲陈城是军人 形象不好 陈城的这个 东北的责任啊 对对对 然后陈城的这个人员不好 就蒋介石又透过党的组织去协调 也不行 甚至于连组工会的人 组织部的部长都有意见 蒋非常的气 他详尽办法协调 就没有办法把陈城推出来 所以后来在这个1950年3月6号 刚好就是国民党的从政党员 在中山堂开这个总理动员乐会 那天讲上台了 一千多个人在台下开会 大家还在say hello 你好我好 大家讲话 继续说说讲话 蒋介石上台 上台以后他第一句话说 中华民国亡了 大家吓了一跳 本来在台下喊先 突然讲了这么一句话 大家就立刻这个停下来 然后整个气氛就凝固了 那么不知道不知道蒋介石要干嘛 所以他就讲 他说我呀 我是亡国之奴 中华民国的在中国大陆啊 这个失败 我要负最大的责任 但是你看我 溃毁无疑啊 我简直没有脸 存活在世界之上 我连流往海外 我都没有脸 他说今天我们同志 到了台湾这么一个地方来 退此一步别无始说 可是到了这种地步 大家还在争鸣夺利 同志之间互相的攻击 他说大家 那这样的话你们都是亡国 我们也都亡国了 所以讲了以后 他就哭起来了 他就流泪 然后呢就停住了 就把手把那个麦克风 啪 把他打开 因为他不想人家听到他哭的声音 所以然后就整个就中华民堂就沉默 他在台上哭 结果大家在台下 稀稀缩缩的 很多人也跟着哭 因为如此 所以当天晚上就通过了 让同意陈诚能出任行政院院长 所以即便是蒋介石都不容易 那么陈诚当了行政院长之后 沈主席是吴国珍 这两个人一直是互相的不和 为了财政的问题 各种历史问题 蒋日记也写 他说这个慈修与国珍 意见不合 两方相争 非常头痛 他没有办法 他也很难协调 两个人个性都很强 所以改革是不容易的 是 好 那您提到说 这个当时他为了陈诚 来接位置 来接行政院长 那么最后甚至在 重要的党内的干部面前 这个哭泣 来或最后得到通过 那陈诚当行政院长 跟台湾的经济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那么关键吗 关键 陈诚是个很重要的人 因为蒋介石 陈诚就是任命陈诚做行政院长 是 他自 蒋介石自己负责外交跟国防 他就把这个国内的建设 特别是经济的建设 交给陈诚负责 那么陈诚用了几个非常关键的人 那么陈诚第一个 他很信赖严家干先生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尹仲荣先生 尹仲荣先生当时资历还不怎么升 那么陈诚就重用尹仲荣 那么今天我猜想 我们各位听众 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尹仲荣是谁 50岁以下的大概不见得知道 尹仲荣我可以这么讲 如果没有他 今天我们在中华民国在台湾 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经济的基础 尹仲荣先生 我觉得是上帝赐给我们台湾 最好的礼物之一 尹仲荣非常的聪明 中英文都好 中西的学问都好 然后更重要就是说 他是有创建 敢做敢为 而且他了解这个市场经济的运作 他看的时候 曾经有六年在美国 在纽约 所以尹仲荣就设计了很多的 改革开放的策略 那不但他设计 而且他 他在纽约 他跟宋子文有没有什么关系 他是宋子文一手带出来的人 宋子文培养他的 尹仲荣从大学毕业就跟着宋子文 一路几十年跟着宋子文 难怪他也演戒了 所以心胸演戒不一样 而且非常有策略 然后永远走在时代的前端 这是尹仲荣 而且敢说敢讲 敢为天下先 你知道走在前面的人 都是很难受很孤寂的 尹仲荣也是一样 任怨任棒 所以你看1953年刚刚我谈到 这个土地改革 就是这个跟着有七天 政府没钱 就是尹仲荣严家干他们想出来 就说我们没钱了 那我们能不能够把 公营事业的股票跟地主来换 但你要想的 现在听起来没什么稀奇 可是当年就是你把公营事业的股票 跟地主来换 那不是等于公营事业民营化吗 那这个是已经是犯了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 截至私人资本 这个大忌啊 国民党里面群体反对啊 还是说你们是总理的叛徒 你们是三民主义的叛徒 所以当时尹仲荣啊 尹仲荣他们为了要去推广解释 为什么我们就要这样做 我在做很多的访问 我问过王昭明先生 叶万岸先生 很多当年王作荣先生 他们都讲 他说尹先生啊 为了要解释政府的政策 经常声嘶力揭 经常痛哭流涕 声泪俱下 你想想看 你今天回想 我们有没有可能 我们今天一个大臣 我们经济部长财政部长 为了一个什么政策 能够去声泪俱下 不可能 所以你想当时就改革很难 尹仲荣的改革 当然很多人反对 因为既得利益 你想国营企业有多少人 对不对 党营企业多少人都反对 所以尹仲荣讲 他说我的脚踩抬起来 我还没踩下去 已经一堆人去告状 说我踩到他 所以很难 但是因为诚诚信任他 还有很重要 就是蒋介石也信任他 所以这个改革 才能够顺利的推动 那您能不能再更具体的讲 尹仲荣的改革 主要的内涵是哪一些 最重要就是民营化 因为政府到台湾来 当然是国营为主 72.6%都是公营的 所以在195354年的时候 尹仲荣他们就推动民营化 首先就是政府的美元来了 所以凡是美元帮助我们 成立的新兴的工业 都是交给民间来做 那就是民营化 那么当时公营的企业 非常的大 民营很小 但是你知道民间的力量 一旦你让它爆发 台塑就是这样开始 是啊 一旦爆发以后就很快就上来 台塑什么都是这样 什么台波 台化 台签 综合玻璃 什么都是这个时候出来的 那都是尹仲荣支持的 你这样讲到台塑 还有一个故事 因为当时美元 已经同意要成立这个塑胶工业 那就要成立 要做这个塑胶工业 他们就想找谁做 因为当时没有人 所以他们就想到 找到这个当时的这个 做纸 做纸的这个河家 河家 所以他们就找他来了 因为做纸怎么样 还有点chemical的感觉 化学 所以当时的这个工业委员会 就尹仲荣先生就送他到日本 去看日本怎么做 老先生本来是意气风发 没问题 到了日本看以后觉得好复杂 回来后就失眠 睡不着觉 后来就跟尹仲荣讲说 对报告主任 这个没办法 我算了 我不能做 这个太难了 结果让一个二嫩子 王永庆 因为尹仲荣不愿意把这个钱退回去 因为美元已经同意了 怎么办呢 他就去找这个台湾银行 什么人有钱 你不能在路边找个 贷款的 你不能在路边找个没资产的人 你只要找个有钱的人 就发现王永庆 在台湾银行有500万台币的存款 当年有500万 不少 不少 所以就找他来了 所以当时负责工业的这个 严严成先生 就陪这个王永庆去见这个尹仲荣 两个人谈谈谈 王永庆拍胸铺 没有问题 我一定可以做 而且绝对不反悔 那尹仲荣说好 那就这么说 你就给你做 所以出来以后 根据严远存的回忆录讲 一出你中国办公室 那个王永庆就问他说 你们刚才谈来谈去 那个polastic 那什么东西 所以你知道王永庆这个人真有胆士 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就做了 那当然后来台塑的发展 我们都看到 对 这个你今天等于揭晓了一个台塑的 发起的秘密 我们都知道当时的确明明事业是这样 中间还有一个是何家 何家的这个这个这个闪过的 对对对 对这个 我想台湾的经济发展里头 相信会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但是我们其实现在事后回头来看 比如台湾今天到今天 我们今天还是会纠结在一个叫做 土利他人 与民争利 这些争端当中 那你可以想象 当年要开放民营 你比如说你要给王永庆 或者给何家做的话 你这种人都没有压力 人家不会讲说 你为什么要给这个 要多少人骂他 是啊 压力大的不得了 对啊 我说今天我们都还会有啊 今天都还会有 说你土利他人什么的 所以你刚刚说 银中有什么贡献 两个最大的贡献 第一个就是民营化 1954年开始民营化 第二个就是1958年 主持这个外汇贸易改革 是 就把台湾经济从进口替代 改为出口导向 就发展成我们向外出口的 外销的一个 是 那这个都被骂得要死啊 这个压力都非常大 甚至于1955年 人家还告他 说他贪毒 涂地他人 后来应该消沉了一段时间 两年 两年一直付钱 他辞掉所有的工作 是 结果那两年 他又有新的研究 又新的发现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继续跟 郭来军博士 来聊一聊 我们共同过去的 台湾的一些杰出人物啊 他们在这个岛屿上 留下来一些光滑 欢迎回到 POP壮新闻 刚刚我们今天 跟郭来军博士 在谈49年 蒋介石来到台湾之后的 租班改革 特别是谈到 经济建设的部分 陈城 然后尹仲荣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尹仲荣 他除了这个市场经济的 推动之外 另外就是这个叫做 金融的部分 就是我们讲外汇 外汇贸易的改革 这个我们今天 大家会觉得 市委理所当然的 但是如果你看一下 大陆的改革开放 在90年代的时候 内部为这个辩论的 多厉害 你就知道 大陆到现在都没开放 对 都还是困难 他现在辩论了 20年还没解决 你就知道 当时尹仲荣 多么有远见 但是你帮大家 来解说一下 尹仲荣有远见 但是多么困难 因为你想想看 50年代台湾 其实还是很辛苦的 是 那这个时候 你要做外汇贸易改革 当时的国民政府 上层非常担心 因为他想外汇一放松 那政府的控制就减少 会不会引起社会的动荡 会不会引起金融的动荡 因为国民政府 当年在中国大陆失败 就是最后 就是这根稻草 就是金融 所以很多人反对 反对的非常的激烈 那么甚至这些国资重臣 经济部长财政部长 等等互相在骂来骂去 说来说去 后来蒋介石说 你们这样国之重臣 公开骂来骂去 太不像话 你们关起门来讨论好了 所以才在1957年成立一个外汇贸易研究小组 那么只有五六个人参加 那么陈辰是其中之一 这里面根据当时的记录 尹仲仲也经常跟大家拍桌子 大家的互相的来 这个互相的辩论 是非常困难 但是后来 我觉得陈辰最了不起 就是他在好几次的这种利弊 很难看出来 得失的时候 那么他最后做了决定 是正确的决定 例如1954年 这个民营化 就是陈辰做的决定 1958年 外汇贸易的改革 这个大家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最后陈辰决定说 我们还是采用尹先生的建议 我们实行这个外汇贸易改革 这要极大极大的魄力 非常大的魄力 那么当然最后证明是对的 可是当年这些人 都没有把握说一定会赢 这里面有个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严家干先生 因为严先生 我们大家对严先生印象 都是很安静 非常的温润 其实严先生是一个心中有主见 他是个工程不拘的人 他是支持尹先生的外汇贸易改革 所以陈辰决定 1958年3月 决定要从事外汇贸易改革 他就晓得 我必须要找一个合适人去财政部 可是严家干这时候 已经当过财政部部长 当过财政部部长 当过台湾省主席 已经做行政院政务委员 所以他要严家干回锅再任财政部部长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任何改革一定要有财政做后盾 那外汇贸易改革反对最烈的 就是财政部 因为每个国家财政部都比较保守 因为外汇贸易改革 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一个官务署跟税务署 所以陈辰就请严家干 重任财政部部长 严先就去了 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好几个人跟我讲 当时财政部 整个财政部都反对 只有一个人赞成 就是部长 就是严家干 那他也鼓掌难明 鼓掌很难 他真是用极大的智慧 极大的耐力 甚至于就是有一次财政部一级主管的会议 当时官务署署长 因为很反对这个老部长 你明明是我们财政部出身 现在你反而来要压我们 要支持这个外汇贸易改革 所以当时的官务署署长 走到他面前把一根烟 故意让那个烟的那个会 又要弹掉 走到严家干面前 吹一吹 吹得他满身都是 那么大家都在看严先有什么反应 严先当做没发生 继续讲话 连拍都不拍一下 所以是严先是很了不起 这也就是说当时的故事太多 是 那这个外汇管制的改革 对后来我们这个所谓的出口导向的经济 带来的影响是怎么样 就是因为要做出口导向 所以才要做外汇贸易改革 因为当时我们的新台币对美元汇率 有九种十几种之多 没有人知道到底哪个是真正的汇率 你知道政府控制嘛 对 国营企业我给你一个汇率 是 民营我给你一个汇率 你要医疗用品很重要 我给你另外一个汇率 管制的太多嘛 那你既然要跟国际的市场接轨 那你肯定是要有一个明确的汇率 所以政府当年 后来就锁定40比1 就是那个时候开始 对对对 就是新台币贬值啊 然后新台币贬值 然后政府拿各种的行政的配合 所以很多经济学家研究当年 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做的外汇贸易改革 就政府怎么会有那么大的魄力 怎么有那么大的胆 因为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当然就是我刚刚不要讲别的 就讲这个严家干先生这个故事 其实是很多人在里面努力 那尹宗蓉先生当然也不要讲 很多人骂他 对不对 他最有名的话就是刚刚我们谈到 我脚还没抬起来 已经一堆人说我踩到他了 所以就是很辛苦的 那听起来是因为陈城对尹宗蓉很支持 那后来为什么又发生了那个案子 洋子木材案 那就是国营企业的国营企业派的反扑 因为引众人从54年开始执行民营化 那么很多国营企业人就不高兴 而且尤其是民营企业越来越蓬勃 那么相较之下国营企业就这个比例就减少了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他受到了影响 所以在立法院里面就开始有一个郭子俊郭委员带动 就开始来攻击 那么借着洋子木材案实际上是打城城 打这个民营化的这个政策 然后变成这个营企业变成是一个 替罪洋 替罪洋 他因此被他因此他被起诉了 立法院那个这个地方检查起诉他了 所以他两年附险在家 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说 很多人包括我在做访问 像王昭明先生夜晚 他们都说哎呀这个老总统不太 对经济不太注意 他对营也不怎么关心 可是我去看 蒋先生的日记 不是 他对每一次的经济会议都非常的注意 而且很多人来他都跟他讨论 有外国的农业部长来 美国的部长来 他就问他说 你觉得这个计划经济有什么问题 你觉得市场经济有什么好处 你觉得外汇贸易改革如何如何 他都问 而且尹正宏从1955年这个杨子木材案 每一个进展蒋介石密切的关切 密切的注意 因为他认为他是个人才 应该留住他 是 那后来他终究还是这个 该有的锋芒还是要漏了 所以两年之后又回来了 又回来 57年又回来了 后来尹正宏先生活到几岁 他在任上就过世吗 很可惜 尹正宏先生59岁就过世了 这么年轻 所以他要是多活 很多人讲他如果多活10年 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济的基础 和架构会更稳健 但是天不假年了 所以你看尹先生死 蒋介石非常的难过 他在他的日记上 在那个边边写 他说中华民族见而又若一元 又简一元 他把他放到这样的位阶 那陈陈更是难过 送账一直送到阳明山 大家都走了 他还在亭子里不走 那么王昭明当时是秘书 陪在他身边 陈陈就讲 他说 我就是怕他累死 结果我还是把他累死 好 这个很感人的一段对话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继续跟郭大军博士来聊历史 我是黄庆龙 欢迎回到POP撞新闻 连续两天 那么跟郭大军博士 那么从蒋介石的日记来聊 大时代的很多的研究的新的发现 那刚刚我们谈的是台湾的经济改革 其实台湾经济改革 大家看到说亚洲四小龙 其实台湾经济改革的影响远远不止 是台湾本身从贫穷到繁荣 很重要的是后来台湾的发展 的能量 也成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这里面 比如说90年代初的时候 台湾的GDP 可以占到大陆的45%左右 你像我们人口不到2000万 在当时大陆大概有10亿11亿 这是多大的一个差别 那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很自然 不需要太高深复杂的道理 人家一定会去想说 为什么台湾做得到 所以后来台湾的很多的经验 都被中国大陆那边也做了学习 那也包括第一波改革开放之后的资金 有很多是台商所提供的 管理的技术等等的 所以应该讲说像尹仲荣 他们这样的历史人物 在台湾经济改革上所发挥的作用 他远远不是只有在台湾发生影响力 他还有扩而到中国大陆去 那今天节目最后 我就是不免会想到说 从当时尹仲荣 他们是如何困难的 要从计划经济推到市场经济 从一个外汇管制 推动到外汇改革 那今天中国大陆 最近这几年 大家看到 似乎出现一个相反的方向 叫国进民退 那迷宁事业 有人说 他的阶段性的任务已经要结束了 那这个跟多数 一般世界上多数人的理解 是不一样的 然后另外呢 我们又看到 这个所谓党的角色 在经济上也不断的扩大 我不晓得 这个我知道 戴军博士您的书在台湾出版 好像是年经了是不是 是 在海外有没有出版 在中国 我其实是在中国先出版 先出版 对对 2015年是这个中国的中信出版社出版 中信 很好的一个书店 对 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卖了好几万本 就他们很很 看得都很感慨 就怎么样转 转 转 就如何从台湾的故事 怎么样从计划经济 是 转为市场经济 刚刚你谈到尹仲荣 他们这些人 他们所做的改革 当然不是尹仲荣 一个人 对 当然 很多人 是 那么不只是对 奠定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 是 实际上也奠定了日后民主化 对 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基础 是 所以台湾经济 中国大陆很多人都很羡慕 都非常的仰慕 所以你看很多人 我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台湾 所以对他们的影响相当的大 是 那我们回顾这个台湾经济发展 也就是你刚刚提到 中国大陆现在改革开放40年 是 那么 现在就遇到一个国进民退的问题 对 所以台湾当年为什么成功 第一个 选择了对的发展的策略 那么他决定 从1954年开始层层拍板 决定走民营化的这个路 那么让人民的这个能量 能够绽放出来 选择对的策略 另外是什么 他的整个的执行的这个官僚体系 非常的联能 就是人品也好 能力也很强 你看每一个要去做经济部长 做这个经监会主委 都是有非常丰富的精力 能力也非常的强 那么另外就是他执行的技巧 这里面一个很关键 就是政府的角色 你看台湾的政府 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很早就决定了 政府的角色 政府只是去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但是政府不当这个球员 政府只做裁判不做球员 就政府不下场打球 也就是说实际上 这就是一直就是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 那么中国大陆现在因为 这个有国营企业 还有民营企业 但他政府的这个参与非常的大 所以很多人很关切这个问题 那么政府参与到底是好还是坏 其实历史上已经是已经有所说明 所以我其实刚从中国大陆回来 那么很多人也谈到这个 大家都非常关键 当然中国大陆的情况很复杂 要执行一个改革也特别的困难 不像台湾当年毕竟是我们比较小 可是我觉得我们看 这个很多过去发展的经验 就是政府要改革 你只有策略 另外你有决心 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能够找到这个解决的方案 你刚刚讲到说 当年的市场经济的发展 就从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 也是后来民主化的一个铺垫 这两者你觉得有没有必然关系 这个市场经济跟民主化 所有西方的研究都是同意 是有必然的关系 中国大陆不算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所以他得出来现在还不太一样 因为我想到欧盟到现在还不承认 它是市场经济国家 是 就是市场经济有一些指标 指标 那么当然他还有些是不符合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过去 这个30年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 你可以看到他的中产阶级慢慢出来 然后他开放很多人出去旅游 出去读书 那么对于他整个社会的开放 是有很大的关系 很大的帮助 对 其实今天就是从这个蒋介石先生的日记 聊到今天大陆的一个现况 我想尽管蒋先来到台湾之后 当时的口号叫做反攻大陆 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 我想他也知道不是军事上的反攻了 但是后来如果能够对大陆产生影响 这也就是他一辈子的一个 也应该说也是一个心愿 是 好非常谢谢郭代军博士 那么现在在最后一句话 现在那个蒋先生的日记 还会继续放在胡佛研究所吗 是的 还会是 我们我们胡佛县开放的是一个复制节 复制节 那任何人来都欢迎来 那除了他的以外 金国先生的也开放了 金国先生日记还没开放 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开放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国民党档案 对 我们有孔祥熙的档案 是 陈立福先生的东西 还有很多跟这个中国金代史有关的 重要人物的档案都在 我们的宋子文的档案都在那里 所以那边是一个非常 只要你进去你就出不来 你会着迷的 所以欢迎大家来 记得带一份photo ID 带个有照片的证件来 证件 对 那个地方要小心渗入 因为你一去之后 就会被时间就埋在那里了 真的出不来 因为太迷人了 会出不来的 而且每一次去过的人都知道 晚了之后 下午的四五点钟 大家就在那个咖啡屋聊天 把那一天大家所看到了 你一言我一语的交换意见 那是最大的一个智慧分享 这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好 非常谢谢郭代军博士 今天给我们提供这么多的 丰富的一个材料 我们今天节目就为你进行到这里 POP 壮心 我们感谢您收听 我们明天见 谢谢